大家好,我是泳林 年过四十的人士开始步入中老年的时期 我们要有良好的行动力 才能享受健康和自在的生活 所以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 我们也要养成每一天都要有适量的运动 今天也想和大家介绍几组运动 帮助我们去训练下肢肌肉 有助我们保持良好的行动力 第一组叫蹲马步 是训练大腿肌肉 先要预备一张四平八稳的椅子 不要用那些滚滚椅子 我们的人站在椅背后面 将脚微微张开 和肩膀成直线 面向前方 眼睛向前望 在这些时候 也要保持正常呼吸 手放在椅背上 然后慢慢将屁股向下坐 好像坐模型椅子 不要一坐坐下去 要慢慢 然后去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 留意着膝头不能超过脚尖 因为这样会伤害膝头 所以慢慢向下坐 然后去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之下 持续20秒 然后慢慢起身 休息2至3秒 然后再做 这组运动可以做10次 每次持续20秒 如果可以的话 每一天可以做两回 早晚也做一次 最好 第二组是大腿前侧 伸举的运动 这是帮助平衡 预防跌倒 和锻炼下肢行动的能力 这次我们会坐在椅子上 我们不会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的一半 就是不要想着背部 坐在椅子上的一半 我们只是坐在一半 两只手轻轻地扶着椅子上的两边 我们继续保持着 面向前方 眼睛向前望 继续保持着自然的呼吸 好 之后我们就 左脚平放在地上 然后我们就开始举起右脚 好 举起右脚 我们的脚尖尽量向着我们自己 对 尽量用力向着我们自己 好 然后就去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 然后就留住20秒 然后就换边 按到右脚平放在地上 然后就举起左脚 一样 脚尖尽量向着自己 然后留住20秒 然后就放下 可以休息2-3秒之后再做 这一组的动作 可以每一边都做10次 每一次都保持20秒 如果可以的话 早晚都做 那就会更加好 第三组就是碰脚尖 这一组的运动 这一组是分裂小腿后側的肌肉 其实对于我们 站在这里 走 跑 跳 这一组的肌肉都相当重要 我们这次先预备一张四平八稳的椅子 继续 我们就站在椅子的后面 然后就站直人 面向前方 视线都是向前 尽量平衡 然后手相手 就慢慢放在椅子背上 继续保持着一个自然的呼吸 然后我们就托起整个人 用我们的脚尖 尽量顶起我们 即是托起整个人 接着去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 当然这段时间都要继续保持着一个自然的呼吸 去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 我们就继续保持着 尽量都可以把脚尖和整个人平衡着头 整个人都要平衡 之后我们继续保持20秒 然后慢慢地下来 这一组的动作我们都可以做10次 每一次都要支持20秒 每一次都是保持20秒 每一次都是保持着20秒 i prefer 5 i prefer 5